我是祥和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我是宇忠祐律師 也是東湖社後改進交通促進委員會的 花旗人兼法律顧問 我有兩次的陳情 首先我站在這裡 我內心感到非常的沉痛 但是今天我站在這裡 我反對這個開挖案 我從小用上人的語錄 來教導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現在已經三四十歲了 慈濟告訴我們 不要破壞生態 不要破壞環境 他透漠自乾 但是我看這個變更案到現在為止 慈濟發動了無數的人 在美式座談會裡面 人滿為患 製造的是對立 而不是祥和 我呼籲等一下支持慈濟開發案的人 不要再講次數的事情 我也是次數的 我們也都很環保 要講環保 請到環評會上面去講 請慈濟勇敢的來接受環評的考驗 這個案子 法律上就是應該環評 慈濟有16公頃這邊的土地 他拿4.5公頃出來做都市計畫變更 因為他要逃避5公頃的環評 但是 內政部已經有文證明這塊地裡面 屬於散破地的人超過一公頃 所以依法是要環評的 知道我們是在審查都市計畫嗎 還是我們是在審查慈善機構 我們不是審查慈濟機構對不對 慈善機構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要一直送揚慈濟的 這個慈善的部分啊 你為什麼不去討論這個土地 到底是怎麼樣啊 真是莫名其妙 我覺得 慈濟在86年向內政部提出信辦計畫 計畫內容是兒童醫院 請問為什麼94年可以拿來申請社會福利專區 兒童醫院等於社會福利專區嗎 這些不法的事情所有的委員都知道 但是你們都不理不睬 所以如果你們通過這個案子的話 我們一定會提告 這個基地整個都在山坡地 因此一定要環評 在以前申請兒童醫院的時候 當時的都發局長 面對市議員的詢問的時候 他就說了 實際這個案子 如果要變更保護區 非經過環庭不可 這個在市議會的公報裡面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不了解為什麼現在可以不用 但是也因為台北市政府的怠惰 我們居民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 目前正在訴訟當中 那這個案子其實也是我大學的時候 剛接觸環境運動的第一個案子 那時候我在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實習 當我聽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天真的想法 說這個案子為什麼大家需要抗爭呢 不是寫一封陳情書寄給上人 他就會為了保護環境 他就會自動撤銷這個案子嗎 那所有的人都告訴我太天真 沒想到過了十幾年我同一個大學生 到已經一個三十幾歲的律師 然後我看到這個案子今天還在這裡掙扎 十幾年過去了 我發現我當時真的太天真了 這個案子用都市計法來變更明顯是違法的 首先就實際 他事實上很明顯就不是直轄市 縣市政府鄉鎮市縣峽公所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私人 財團法人 他是一個私人 他的變更主體就不對了 那其次他主張說 他是為了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 如果說今天這個案子 是以國防或經濟的需求讓他變更 那以後各位委員 將來怎麼樣去抵抗那些真正的財團 真正更貼近經濟的 他說他要變更保護區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把關呢 講到說第四款配合中央市下市 或縣市新建制重大設施 相信這並不是一個政府的開發 更沒有這款的適用 公司不斷的強調有先例 我想跟各位委員說明的是 有先例不代表就可以 有先例不代表就是對的 如果以前的先例是錯誤 那我們還要繼續錯下去嗎 這才是問題的革新嘛 如果只要有先例就可以變更 那請問台北市的保護區 哪裡不能變 更可怕的是 各位委員現在 現在 就在創造新力 只要這樣的例子出現 未來的保護區 個案變更 就沒完沒了 單位告訴我們 這是一塊被破壞的保護區 的確 剛剛 前面的陳情仁也提過了 保護區被破壞了 不等於他就不是保護區了 各位委員 他是更需要被保護的地區啊 這是一塊 退化跟劣化的地區 他最先最優先應該要做的事情 叫做富裕不是開發 這個案子變更沒有正當性 沒有釋法性 為什麼還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的送到這裡 讓社會的消耗社會的資源 消耗社會的力量